在20多岁的年纪,我们来到了拉萨 来到了这个很多人梦想的圣地 我们在市区20多公里外 入住了一家藏族特色民宿 这里真的很美 每一帧都可以用来当壁纸 早上一推开窗就可以看到金色的山峰 这种场景就犹如是沐浴在盛光之中 到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要来一次西藏了 大家好,我是齐哥 我是何大多 我们现在是在西藏拉萨 这是我们在拉萨的第二天 然后今天的身体情况还是没什么感觉 可能是这个高法还没开始来 今天我们要去前面这个景区 参加他们拉萨的数字化自驾游大会 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应该是挺热闹的 现在是早晨的8点钟 大家看一下 这个太阳刚刚升起来 正照在这些大山上 金光闪闪的这些山 其实拉萨没有那么冷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冷 只是早晨跟晚上会有点凉 要穿两件衣服 中午的话穿件长袖都足够了 我们到了 大家看一下 数字化自驾游大会 现在我们去签到一下 然后今天可能有表演 也有他们藏族的一些特色餐饮 我们也要试一下 这种我们没吃过的美食 我们炸一条蓝丝带 插两条路 守护第三集 待会我们找个位置坐 就坐在这里 看他们开这个会 开完会 我们再去逛景区 前面视频跟大家说了 我们这次突然来到拉萨的原因 一来是为了参加这个数字化自驾游大会 二来也是要打卡体验一下 他们最新的拉北自驾游路线 据说在这条路线上 有非常多被游客们忽略掉的小众景点 我们自驾旅行两年时间了 也是第一次受到这么正式的邀请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一种认可 也算是一种荣幸吧 这场大会要持续一天时间 我们将要在这里认识很多的朋友 也会在这里看到很多具有藏族特色的表演 当身着藏族服装的演员们走上舞台 我们又一次被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给惊艳了 表演结束后 我们又跟着大部队到景区里 坐了一圈小火车 吹着拉萨凉爽的风 这种感觉也挺不错的 因为距离我们抵达拉萨 也才过去一天时间 所有需要大体力的游览路线 我们都放在了明天以后 这也是为了尽量避免高返的出现 说到高返 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问我们 来拉萨到底要准备什么 会不会高返 其实这个事情也是因人而异 由于我们是坐火车到达拉萨 海拔有个很缓慢的爬升过程 所以我们俩基本没有什么高返的感觉 但是拉萨的空气确实很干燥 近障的朋友必须要带上防备的物品 要多喝水 按时吃饭 这样才能保证身体良好的情况 今天我们没有玩什么东西 就是在这里看了几场表演 然后在这里面坐了个小火车 逛了一下景区 然后明天我们就从这里离开了 开始我们的拉北自驾之旅 明天也就正式去打卡 拉萨周边的各个小众的景点了 今天就简单一点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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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